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正在走向崩溃 我有点慌 TICE是在CNBC上做出如上表态的 他认为新兴市场陷入困境 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冲击美市场的危机 不仅如此 在TICE看来 通缩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 而市场中的泡沫情绪更是不容忽视 每个人都进入市场 我担心经济是否会比预期更快进入衰退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作为大空头的他 在去年12月对美股表示了乐观态度 预计今年美股有50%的可能性上涨25% 但他还表示 从长期来看 市场将会走向糟糕的境地 图片来自CNBC访谈视频会是方面 机构预计 在欧元美元跌向1.150逢低买入 在0.9上方逢高做空欧元英镑 日央行本月料按兵不动 商品方面 机构认为 投资组合可配置3-5%的黄金 在欧元美元跌向1.150逢低买入 尽管美元在下半年走强的风险仍存 但短线对意大利的忧虑有所缓和 欧元美元回撤幅度将小于此前预期 带动汇价持续上行的关键在于资本流的好转 而在欧央行首次加息更有信心之前 这种局面可能难以出现 针对欧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 荷兰合作银行认为 欧央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未来的风险可能在于 下一次经济衰退来临之时 欧央行几乎没有空间采取行动 德商银行技术分析指出 欧元美元试图探向1.175090区域 需要收于该水平上方 才能触发 看向6月中旬高点1.1853和位于1.1910的55周均线的涨势 近期低点1.1301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汇价需要跌至1.1508下方 才能扭转短线的上行压力 在0.9上方逢高做空欧元英镑道明证券 对看多英镑的观点维持谨慎 认为政治风险仍然是英镑走势的主导因素 而这将在近期达到顶峰 英镑容易受到投机性空投的挤兑 花旗银行表示 英国经济表现 在7月末以来持续好于预期 但是随着退欧协商的推进 英国经济前景将受到大幅影响 北欧斯安银行建议 在0.9上方逢高做空欧元英镑 年底目标价格看向0.86 英国退欧的不确定性持续打压英镑 11月有望确定最终协议 因为达成协议退欧的成本太高 技术面上 德商银行分析指出 英镑美元可能试图测试1.3173 然后是1.3363 若回升至7月高点1.3363上方 将暗示深度回撤看向1.3473 1.3 526的6月高点和200日均线 日央行本月料案兵不动也村政券提示趁 未来两周有三大政策性时间可能导致市场波动 9月18到19日的日央行一席会议 9月20日自民党总裁选举 以及约为每日领导人之间的峰会 如果日本当局能够避免紧张局势的升级 美元日元上行空间可能更大 针对下周日央行利率决议 法新认为 日央行将维持当前政策框架不变 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仍然低于上限 预计这种情况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债务收益率下降 但市场参与者对其降低债券收益率的承诺有怀疑 投资组合可配置3%到5的黄金 摩根士丹利认为 黄金将在投资组合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将对冲股市和美元的回撤 建议投资者对美股获利了结 并配置3%到5的黄金 &9月17一会集结了 来自日本东京的大咖用专业视角 告诉你 全球市场资本运作逐有疑问 欢迎骚扰客服微信ID Weeks 2016 赶快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同时更多各大投行精彩的实时交易 可关注微信会演消息 微信ID H U I Y A N X I A O X I 也可点击下方二维码添加会演消息公众号 以最快速度推送投行的实时交易 还可查卡历史盈亏情况 扫一扫 获得更多资讯 transcription 扫乳方便宜 成为 기� Must Take Be this change A list成为交易的实际目 估访iso для交易的实际 使用写信 있 VII 还有它可以尽量我的肯定